有時候我們去年貨大街 看到那個很白的那個 魷魚條或魷魚絲那種 那其實像魷魚絲 那個都切了一段一段的 對啊 像有時候魷魚絲 有些魷魚絲你泡水 它會有點變成這樣子 有點泡泡的有沒有 或者是說看起來有點像被融化了 那常常就是因為它裡面 就是加了魚漿啊 或者是一些澱粉 所以它泡水以後 它就打回原形那樣子 對 那甚至有些魷魚絲 它裡面還會加那個木薯 那木薯它其實對我們中速生靈 是有傷害的 哦 對 所以這個也要注意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吃到 不好的零食 是 其實我們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對 或者你不要看它名稱 有魷魚兩個字 就以為它是真的 慢性的一種傷害